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數的購物者其實大概都會在11、12月份購物 因為大家都已經有預期的心理 就是在11、12月的時候會有很多的優惠組織 電商是一整個知識 它需要有龐大的資料庫的組織 就電商不是只有把那些東西押到最低就好 因為電商其實是一個概念 是一個Channel 20年前這個Google創辦的使用 我們的創辦人就已經立下說 我們所有研發的產品我們都本著這個使命 我們要彙整全球的資訊 要讓人人受惠 每一次的不一樣的技術的引進 我們本著一樣的使命 但是我們會做不大的創新 在新馬有將近一千萬人口 我們都非常熟悉自女台灣在地的文化 特別是台灣的產品 是我們正在努力的 從我們之前做過的簡單的工具 從我們以前做過的工具 去做過的工具 去做一些更加嚴重的 因為世界上更加嚴重的 因為世界上更加嚴重的 我們要做在地化 也就是我們團隊中其實也配置到 剛好我們能夠集合馬向當地公司的資源 提供給你們最專業的 跨境整合性的投入方案 做跨境的部分可以解決我們一些 蠻大的痛處是在金木流的部分 一剛才進去 在地化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當地人喜歡什麼 他們做得非常好 也是比較 local還是比較當地化 比如說我那個時候香港 我香港人這樣 我就對台灣完全不了解 情況下 就是可以 剛剛我講的 就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就可以鑿住在我們土地的地方 謝謝